下一位板奖人 请梳理好自己的头发 掌声欢迎徐志盛 你好 我的志盛啊 我也没想到 自己也有这么一表人才的时候 穿成这样主要和接下来 这个颁发的奖项有关系 因为我接下来颁发的奖项 叫年度时尚奖 就节目主让我来颁发这个奖项 也看得出来 咱们节目主却对这个奖项的不重视 然后扶持新的导奖嘛 我也没想到咱们节目主 竟然连年度时尚奖都准备好了 可能就是想让大家 以后去颁奖典礼就穿得得体一点 当然了 今天是 布小满冠名的颁奖典礼 所以大家肯定都特别得体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能够入围这个年度时尚奖的 都有谁了 我们先看一下VC啊 年度时尚奖 萨又美艳的舒淇 走路带风的王洛丹 阳光帅气的胡国瀚 你以为是他们吗 大错特错 其实是他们 年度时尚奖 入围的有 好节 他爱拍黑白片 话不多说 却身体力行了百变的穿搭风格 他为我们展现了 从夹克 西装 风衣 再到潮流 位移的神奇转换 这是橘子 这是猫 他的百变排风 让我们再次感叹 好节 真是猜不透啊 沙漠 他有着不一般的时尚秀觉 打造了独一无二的 沙漠专属穿搭风 老虎包是标配 脚踩上各类花袜子 细精亮色搭配 最后再戴上小墨镜 潮流人沙漠上班了 他就是走在时尚尖尖的 潮流沙 不值一提 潮流沙 刘振云 风趣都掩盖不了的 完美身材比例 自信的步伐走路带风 每次不重量的时尚行后 无时无刻飘逸的魅力秀发 他就是刘振云 陈思诚 黑色是他的保护色 嘴角的酒窝 是他的颜值符号 以不变硬烂变的经典时尚品味 他就是陈思诚 怎么会这样 看着大家的这个VCR 我感觉我不应该颁奖 我应该直接领奖 陈思诚老师 每次录制基本上都是黑衣服 搭白色那搭 然后加上修身的黑裤 几乎每次都是这样 刚开始我觉得还挺有风格 后来就感觉 是不是就只有这一身衣服呀 当然我也能理解 陈思诚老师可能是和我一样 不太喜欢这种大红大绿的衣服 当然了我不喜欢 不是因为这种衣服不好看 只是因为我是一个红绿色嘛 下一位提名人啊 是刘振云老师的发型西装 节目里啊 服装团人给振云老师穿搭 基本上都是精致的休闲风格 瘦高个 发量又多 再加上帅气的西服 三个元素你一搭配起来 谁看了都得感叹一句 河南严谨竟然也有孔流啊 而且关键是 我发现刘振云老师和我一样 有一个经典动作 喜欢捋头发 但我捋完头发 观众一般都笑 我发现刘振云老师捋完头发 没动静 然后我就仔细看了看 对面原来做的是一小星导演啊 下一位提名人 就有好杰老师的皮衣眼睛橘子装 我觉得好杰老师获奖的可能性很大 因为他身上就有那种模特的那种气质 就是高冷 因为谁画这么少都显得很高冷 关键是 就是好杰导演的部分我就松完了 倒是不是说这个我画少 只是我希望向好杰老师致敬 最后 最后一位提名人啊 是沙漠老师的老虎包花袜子 之前跟胡国瀚老师交锋 胡导说要把沙漠踩在脚下 本来胡导就是开个玩笑 沙漠老师当真了 结果就输给了胡导 沙漠老师呢 也放了一句狠话 说你会是将来的我 看来沙漠老师也是想把胡导踩在脚下 而且我听说沙漠老师也做好了准备 准备了很多双好看的袜子 保证踩着胡导这个镜头 拍出来特别好看 获得最佳时尚奖的是谁呢 好杰导演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友 Freund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